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的是 团井七个花瓣 倒过来的湖 碟 那同样的我们 线材齐好了以后 大概 150公分 到140公分 那我们 先预留20公分之后来做 金钱解 用跌落汗的方法 这样跌过去 好 下面过来做了一个金钱解 就是 每一次做 環井蝴蝶 的一个 做一个 金钱解 那金钱解中间的耳翼 我们拉大一点 这个耳翼拉大一点蓝色的 将来是要做 包的动作 好 那我们开始一样 用团井的方法 来做一个 内耳 好 先做一个内耳 这是一个 团井 要做七包 第一个内耳 你看 我们这一包 就是刚才 留下来的 蓝色的 金钱解中间那个耳翼 现在变成 内耳一包 这又是一个 外耳出来的 第二包 又是一个外耳 这个外耳是 在金钱解的两侧 再一包 这是 第三包 就已经完成 我们做一只 蝴蝶 的 左半部 好 我们继续做我们团井 我们继续做团井是 穿 第一个 外耳 包围来 就是第一个外耳 穿 包围来 因为我们是做团井 团井 集花瓣 好 包围来 之后 我们继续 现在要算好 我们 再过来的 外耳 不能 犯错 我们继续的话 就第一个内耳穿过去 要包围来 记好 这个是外耳 这个是外耳 这是才是外耳 记好 从这个 金钱解的 侧边 这个才是外耳 这个要特别注意哈 第二个外耳 包围来 就是做我们团井的方法 好 我们 有过去记了一个内耳 当然 回来 也要从第一个内耳 逆穿回来 就是有气有肥 好 我们先把它 压紧 好 之后 有气有肥 第一个内耳 气跟肥 完成一个包 我们要继续做 继续做的时候 我们要算好 这个是外耳 我们要拉出来以后 我们要做 继续做团井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穿 两个 一耳 两个 这是基本的一个团井做法 从 外耳 现在二 用完第三 这个粉红色 是第三外耳 穿 往上穿出来以后 要包回来 好 包回来 我们现在要包回来 刚才过了两线 内耳的两个 现在也是内耳两个 穿 回来 这个耳我们有大一点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来做 像左边这个金钱解释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耳 就不要瘦得太小 有大一点 这个有大一点 之后呢 你看我们做金钱解释 穿下去 拉持一个耳而已 这一个耳而已 跟你一流的这个 绿色耳而已 一样大 穿过去以后 这是做翅膀的一个方法 这两个一样大以后 好 我们开始要来做翅膀 我们把草绿色的 往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扭过来 扭好了以后 把刚才有的这个蓝色的耳液 放到绿色的后面去 放过去啦 好 之后 我们从蓝色的中间 把这个 从绿色的中间 把这个蓝线 把它拉出来 这是一个做翅膀的一个方法 那线头呢 从最下面这个空间过来 穿过 刚才拉出来蓝色的 这个 小耳液 把我们去调整 这就是一个 翅膀 金钱解翅膀的一个做法 之后 我们就是最后啦 就是这个 File 最大的这个File 要包回来 要包回来的话 要包回来的话 三条线 因为它我们是三包 一和三是三条 要通通过去 通通过去 从这个 粉红色File 穿回来 穿回来以后 好 好 我们三个 你一起穿回来 这样就会完成我们一个 团景 七个花瓣 来 做 倒过来的蝴蝶 我们把这个 外盒 外盒 往外拉 中间 我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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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